上次玩了一张当妈的地图 被我的宝宝折腾得够呛 这次我们来玩一张更有意思的地图 就是体验当爸 这个近视眼就是我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小德 只要拿着小麦就会跟着我走 现在我要送我的儿子去上学 怎么多出来一个儿子 贝贝 你是有多迫不及待想要当我儿子呀 儿子快跟爸爸走 看我和儿子感情多好 我儿子也很听话 家里离学校有点远呀 来到学校后要去跟老师对话 送完儿子以后还要去工地干活 前面有个女孩子 是我儿子的同学吗 点击她也不跟我聊天 连叔叔都不喊 真没礼貌 这个就是老师了吧 老师你好 我把我儿子送来了 儿子快叫 儿子怎么叫女孩子就不动了 儿子要帮我拔萝卜 拿到去工地的钥匙 那只能辛苦一下晓得啦 他拔萝卜也真是奇怪 一个萝卜一个蹲 每拔一个萝卜都要求着他 你个臭儿子 我供你吃供你喝 你拔个萝卜还要我求着你 看我不叛奏你一顿 去老师那里拿开关 然后把我儿子带到学校上课 儿子我就搬砖了 挣到钱给你买红烧鹿 用开关打开大门 里面有个传送门 拿到棕林手套 进入传送门 赶紧去工地看看 有没有活干 我今天去工地干活 就是为了挣钱给儿子买猪肉 又要开始一天的心情劳动了 儿子 你爸爸跟这家伙财不一样呢 还没干活就开始吃饭了 拿着棕林手套 把箱子吸起来 丢进去就得一块钱 钱不是这么好挣的 路程有点远 有时候总有小人来捣乱 他们打我 骂我 说我是个没钱的单身狗 有时候因为我跟勤劳 就被人眼红嫉妒 到时候的钱就要被人抢走 搬着搬着 就下起了雨 但是 那爸爸的 怎么能怕这点小雨呢 我整整搬了三四个箱子 终于把钱收起了 临走之前 还要被这几个野人欺负 只能躲起来哭了 还是当儿子好呀 天天在教室里催空调 还有人跟你做饭 有钱啦 我终于可以给我儿子买肉了 我一下子买了三块猪肉 买完肉 我赶紧回去 骑说我的当初借儿子 可是 当我一打开门 就看到我的儿子 不好而学习 躲在角落玩游戏 儿子 你真对不起爸爸我呀 接下来 我把儿子带到了游乐场 但是你们想不到的是 游乐场是需要开光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开光还在我儿子在身上 进去游乐场 然后就有任务出现了 要我拿着枪杀猪 才能给我平底锅 给儿子做饭 儿子你看好了啊 你爸我可是三度海练过的 绝对不给你丢人 OK 要不了两下 任务就完成了 不行 我得去接我儿子 儿子 爸爸任务完成 来接你回家吃肉了 很快我们就回到了家 儿子 你肯定饿坏了 来 爸爸给你做红烧肉吃 儿子拿到红烧肉 眼泪就掉下来了 爸爸 辛苦了 我给你收个礼物 哎 原来儿子这么懂事 在苦在内也值了呀 关注艾米 更多精彩玩法 一起来玩哟